這座位在七瀆東新街 也就是長新車型地下道外面的天橋 到底要不要拆除呢 當地明德國中學校代表在會議中指出 由於這個十字路口在上下學期間 交通流量非常大 又有許多接送孩子上下學的民眾 受限於學校導護人力有限 因此這麼多年來都是鼓勵學生 多使用天橋過馬路比較安全 沒有辦法去載機這個導護 而且能力也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上下的時間 剛好也是上班的時間 其實那個車流量非常大 如果是用導護製工這個部分去處理 我覺得在導護製工的能力上 是沒有辦法去負擔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在參數的時間 之前能夠把相關的配料 包含還有周邊停車 無論機車那些停車的問題 那也會還有我們的接送區的問題 能夠一併處理 我覺得這樣對學生的安全會比較完善 基督區四位市議員以及代表 原則上沒有人反對拆天橋 但是有議員要求必須有配套交通措施後 再來討論要不要拆天橋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學生沒有天橋可以走 只能走平面斑馬線過馬路 每天近兩千名上下學的國小國中 以及高職學生 還有更多的上班族過馬路 可能會造成這個路口交通堵塞 或是交通意外發生 沒有做任何的配套措施 完善的配套措施 你們拆掉的話 萬一哪一天出問題 看到車整大堆 基隆山東多少是外縣市 坐火車來的 包含我們七個區裡面 其他七個區 基隆市也是做工程 走地下道進來 然後從這邊穿越大 這個馬上把這個天橋拆下去 配套措施沒有做好的話 我是不一定不同意說 你相關配套措施沒做好的話 就盲目的把天橋拆掉 我想為了安全起見 你們要慎重 除了你們配套措施 做好 我們明德國中 七龍山宮 長新國小 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 都OK的 因為你們沒有在地方 你們不知道地方的 輸給我 地方的一個什麼狀況 所以我 我個人是建議是拆除不來 因為我覺得說 那個 那個是 真的是 還是不是很 有愛這個冠詹的 我是覺得不太適合 像我們前那個 林前市長 他有很多的政策 在基隆市區 跟天橋拆除了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錯 也沒有什麼 所謂的交通失誤的問題 但我是覺得說 只要更好的事情 一定要去支持去做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如果天橋他先拆掉的時候 我們這些機車 都沒有地方去的時候 小朋友再過這個馬路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就像剛剛 有好幾間學校都有提到 你們看我們可以做 什麼樣的辦法 做地下停車場 不管是汽車車還是什麼 讓我們這些 汽車車有地方去的時候 我們再來拆天橋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會不會 是比較合適的 先讓車子有地方去 拆掉的時候 行人在走斑馬線的時候 人騎船越道的時候 是相對的暗路的 安全 包括他拆除後的適應期間 他監鋒時間 是不是能夠有 能夠有現在未來支援 那減短他的適應期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全面性的 那希望交通處能夠 再詳細的 再來規劃看看 那如果說這個是需要 要拆除的話 那我也是 也是建議說能夠 把它拆除是好的 謝謝 七獨區公所召開會議 邀請市政府 民政處 公務處 教育處等相關單位 以及周邊經常有學生 使用天橋的 廠新國小 明德國中以及基隆商工 三所學校代表 和七獨區四位市議員 一起開會討論 而第一次會議後 暫時沒有結論 將擇齊再開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